好欢迎回来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环节 委托加工这个环节 我收回来的时候 把这个消费税就已经交过了 这就第一步完成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进入到下面的第二步了 第一步是代收代缴 我交过税了 那我把交过税的 已经交过来的消费品 我拿回来 收回来之后的税务处理 那我怎么办呢 下面就开始进入 我拿回来的这个加工好的消费品 以不高于受托方计税价格来出售的 这就属于直接销售 还用再交税吗 就不用再缴纳消费税了 为什么呀 大家看 因为消费税是单一环节征税 你在上一个环节拿回来的时候 已经税法提前就把你这税给争了 所以这时你拿回来再接着卖 那就不用再交税了 因为这个时候你卖的这个价格里 已经含着消费税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时候不用交税 原因告诉大家 是因为上一环节交过了 这也是我前面讲的 如果你是生产企业 你委托人家加工好消费品 你自己不生产 你生产能力有限 你产不出来这么多 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你会委托别人去你加工 加工好了 就当成自己生产的 然后直接你就卖了 这个时等于相当于消费税的纳税环节 往前提了 因为你要自己直接生产的 你只有在出厂销售的时候 才征你税 但你现在是委托别人加工 相当于这纳税环节往前提了一步 等到你从加工厂拿回来的时候 就发生纳税义务 把税就交了 没必要再等你最后销售的时候 再征税 因为他怕你偷税漏税 对不对 原理通了 但如果你在卖的时候 你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 来出售了 这个时候 对不起 您就需要缴纳消费税了 看好了吗 这里面说的是高于不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 大家要清楚 这个计税价格就是看当初受托方 是按照哪个税计来交税的 它是按照自己同类价 给你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还是按照组成的计税价格来计算缴纳的消费税 说的就是这个价格 好吗 就是代收代缴这个环节算税是那个税基 你高于这个税基的情况下 那你必须得继续交 但是继续交的话 这就造成重复征税了 但是可以扣除受托方已经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所以它就有一个相当于抵扣的问题了 OK 没有问题 这也是我们的计算题 重点要考核大家的 那么第三步呢 我没有直接卖 我把加工好的又接着注意四个字 我又接着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了 又用于连续生产了 等于变成另外一种消费品了 那这时只要符合税法规定的条件 也可以把已经交的税款准与可以抵扣的 两个抵扣 所以大家把这两个抵扣一定要清楚 好吗 好 所以都有抵扣问题 可能会在计算体当中会设计的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清楚 好了 看完了 我们感受一下 另一道题 假企业一般纳税人 二三年的二月 委托乙企业给他加工一批烟丝 委托访假企业提供主裁 成本是三十万 支付给乙企业加工费是两万 含增值税 乙企业呢 按照同类烟丝的销售价格是六十五万 注意一企业自己有同类价 不含增值税 于是按照自己的同类销售价 代收代缴 假企业消费税一共十九点五万 这都不让大家算代收代缴了 都已经给了 假企业就把加工收回来的烟丝 70%用平价销售给丙卷烟厂 那平价就意味着没有加价 对不对 所以这就不用再纳税了 当这一批烟丝在卖给丙卷烟厂时 不用再交消费税了 但另外的25%呢 它就以55万含增值税的价格 就卖给了丁卷烟厂 这个55万卖给了丁卷烟厂 是否超出原这个仪企业的同类销售价 不知道 所以你得要核定一下 所以这时很可能就要考虑 是否已经加价了 加价了 那你接着再交税 但是可以扣除已经较大的消费税 但是比例是25% 70%不用交税 25%交不交 得要算一下 有没有赚取高价 还有5%因为管理不善 造成了回损 这个5%是你在代收时已经交过税了 放在库里面回损了 这跟消费税就没关系了 消费税是已经拿回来时交过了 只是产生增值税的问题 他有进向税转出问题 就没有消费税的问题了 这要分清楚 所以最后问 假企业的上述这些行为 应缴纳的消费税是多少 以至烟丝是从价计征消费税的 消费税的比例税率是30% 该给的都给了 我一边讲 一边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当委托加工仪企业 加工烟丝的时候 应该代收代缴消费税 此时代收的时候 按照第一个顺序 受托方有同类销售家 就按照同类销售家计税了 所以消费税交了19.5 整个这个加工的这个消费税呢 是销售价格是65万都给你了 然后拿回来 考大家是收回后的怎么处理 收回后的70%是不加价 平价销售 所以就不用再交消费税了 25%这一部分呢 等于对外又销售了 但是没告诉你是否是平价 所以得需要判断 是否加价 加价就得接着交 那5%不涉及消费税的问题 都分清楚了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主要是这个55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25%的这一部分 高枚高于原计税价格 只要它高于原同类价格的 就应该要缴纳消费税 那我们这道题呢 可以不用直接大家非得较真 算出来一个数 但直接看就能可以看出来 你整个100%才按照65万 才按照整个65万的销售价格 看见了吗 结果你其中的25%就已经达到65万了 这肯定是要超过原价格了 这既然是超过原计税价格的话 肯定是要加价了 肯定要交税的 所以我们从数字上就可以比较出来 就可以了 好吗 这样的话再交税 再交的时候 55万是含增值税的 所以要替税 直接成30% 但是一定要减去 你在加工之后 已经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你整个65万当中里 只就哪一部分 25%的这一部分 是已经交了消费税的 这一部分可以扣除 扣除完了 按照30%抵扣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可以允许抵扣的 对不对 所以你25这部分交了消费税了 就把25这一部分 加工时已经代收的消费税 给它剔除掉 避免重复征税 所以这道立体考核 大家就是收回之后 不加价的就不用交税 加价的必须继续交税 但是可以抵扣你纳的税款 避免重复征税 就OK了 好这样的话 整个委托加工这一块 OK大家清楚了 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现在只考虑的是什么 就是两点 大家总结 委托加工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当你在收回的时候 这个环节点收回时 就必须产生代收代缴消费税 你就得必须交税了 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是在收回时就必须交 委托方就产生纳税义务 因此在这个环节 所谓代收代缴消费税 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计算题必须准确算出来 紧接着第二个环节 是收回后 你已经拿回来了 收回后如果再产生 又接着销售 又接着卖出去了 这一卖的情况下 最关键就要看你是加价了 还是不加价 如果说你又加价 然后又接着卖的话 这个必须得纳税 还得计算消费税 但是可以抵扣 以纳的消费税款 这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你不加价的话 就不纳税了 所以这是目前在委托加工里 我们重点就考两个环节 一个是收回时 这是重中之重 应该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如果受托方没有履行 代收代缴的 委托方需要补税 所以这个环节的 实际上展开是 一旦要未履行 代收代缴的 未履行 代收代缴 继续考大家怎么办 这个时候必须是 委托方补税 受托方交罚款 而当委托方得需要补税的情况下 补税的情况下 补税的依据是什么 这是计算题 受托方交罚款 罚多少 把比例记住了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的设计计算题里面 第一步正常情况下 让大家算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你要想把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准确的把它能够算出来 最关键就是在于 公式中的成本的核定 这是最关键 你成本只要核定错了 你整个这分一分拿不了 关键在这 如果没有履行代收代缴的话 委托方在补税的时候 考核大家 这个时候要看 你是否已经销售了 如果你已经销售了 那OK了 就直接按销售额 直接补税了 如果是未销售的情况下 这时候一定要按照 委托加工的计税价格 还仍然按照 委托加工的计税价格 这样来计税 好吗 来补交这部分的税款 所以在收回的时候 代收代缴这里面 会考大家两点 大家把握好就行 等到收回以后 你又接着再加价 肯定再交税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了 等到你再加价 再销售时 是可以抵扣 以纳的税款 可以减去 而且在这个时候 在抵扣时是没有条件限制的 是无范围限制的 说具体你是什么样的消费品 不管 你只要是加工回来的消费品 是那15类 只要是又接着直接 又加价又销售的 都能抵扣 已经缴纳的消费税 这时候是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 这点大家把握好 如果你收回后不是销售 是收回后 又接着用于连续在生产 应税消费品的 当然是也可以抵扣 以纳的税款 但是 它跟这个加价直接销售的抵扣 最大的不同在哪 这个时能不能抵扣 就有条件的限制了 条件限制在哪 必须看你生产出来的 是什么样的应税消费品 一定是在税法 指定的这个消费品范围内 生产出的是这些消费品 那你前面已经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才可以抵扣 你没有在税法列举的 这些消费品范围之内 你就重复交税 这是它差别的地方 就是说都可以抵扣 你已经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但是你是直接销售的 还是又接着连续生产 那完全不同 那限制条件是不同的 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进一步 给大家来强调 好 这就是委托加工环节 涉及计算体的 第一收回时 先计算出代收代缴的 算出来 如果不让大家算代收代缴的 紧接着告诉你 没履行代收代缴的 第二步计算体 算委托方拿回后 自己应该补交的税款是多少 算的是补税的数额 然后收回以后 再接着算加价 又接着销售的 让大家算最终 实际应该缴纳的消费税多少 就是抵扣完以后的消费税是多少 我们的计算体两个环节 大家只要把这个两个大环节 大家清楚就可以 这样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完成任务 至于第三个环节是最轻松的 就是进口环节和增值税 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 只是计征方法不一样 你从国外进口这些硬税消费品的 照样要交消费税 如果进来的是从价计征的 那绝对跟增值税税基是一样 只是完税价格加关税除一减比例税入 增值税也是这个价格是一致的 好吗 好 用它来乘以13就是增值税应纳税额 没什么可说的 重中之重全都要结合关税的这一张 完税价格必须得对了 就都对了 从量的直接拿进口的数量乘以定额税率 复合的那一定是先从价再从量 OK 这些公式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所以我给大家提示 进口这个环节 决定你的组税价格的重要因素 都在完税价格了 完税价格对了 整个进口环节 别说是增值税消费税就都拿分了 所以这些都是来自于第七章的 关税法要集合好好看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讲增值税已经说了 你是网上跨境零售购买的商品 这个交消费税跟增值税一样 都根据你实际交易的价格 作为完税价格 然后享受减征 而不是零 关税是零 它也是在限额以内的 对不对 所以关税是免增值税消费税都是按70%来征税 这些增值税都是一样的 好这个大家提示一下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较 进口环节啊 说的是进口这个环节 进口环节里凡是采用从价计征的情况下 都进口 因为都必须要求按组成计税价格 所以这时增值税跟消费税 组价绝对是一样的 这时也是叫一价 俩税跟生产销售环节是一样的 因为这时都采用从价计征方式 但是一旦进口的消费品是采用从量计征 啤酒黄酒成面油的 这时增值税是按照组价 但是消费税就变成从量计征 那就不一致了 两者就不一致了 这个大家清楚 对不对 好了 如果是复合计征 那差别就更大了 增值税仍然是按组成计税价格 但是消费税除了要用组税价格 算出从价税 还要再加征一道从量税 增值税是没有从量税的 好了 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要提示 凡是进口环节缴纳的那个增值税 只要是符合条件 是完全把它当成进项税额 完全可以抵扣的 它其实我们在讲增值税说了 你进口环节缴纳的那个增值税 其实就是进项税额 跟在相当于国内买货 其实是性质一样 你进口的如果是消费品进来了 已经交过消费税了 接着用于连续再生产 另外一种消费品的 符合条件的 仍然可以抵扣 但是它不是把它当成进项税来抵扣 是直接再从应纳的消费税额中 扣除进口环节以纳的消费税 这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特点就讲了 所以它不是作为进项税底 它是把已经缴的消费税 再从应纳税额中直接扣减 第三个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 是有三种计账方法 但是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只有一种即征方法 从价即征 都组价 好 这个提示 大家清楚 所以总体第三个知识点就是 这个 进口环节的消费税很简单 它比那个 生产销售和委托加工要简单多了 把握好就可以了 下一个重中之重 就是讲以纳税额的扣除 前提记住了 就是为了避免 记住了 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避免重复征税而制定的 一项政策 什么情况下 允许扣除以纳的税款呢 两种 第一种 因为你是从外面买进来的 购进的时已经交了消费税了 然后又用于干什么呢 一定是用于连续再接着生产 它的条件一定是又接着连续生产 另外一种消费品 这时才允许可以扣除 但是我刚才说了 这种在算已经交的消费税额 可以扣除时 一定会有条件 范围的限制了 它不是所有的消费品 就都能抵扣了 它会有范围上的限制 所以在税法中列举了 你购进了哪些消费品 用于连续生产哪些应税消费品才能抵 就不是15类了 这时限定在这个范围仅限于9大类消费品 不在这个9个范围之内的就是重复征税 不能扣除 好吗 所以我们下面需要大家要记 记可能出选择题 多选题会考核大家 也会考在 必考在计算题 计算题是必考的 所以我们下面看 第一 外面买进来的是交货税的烟丝 又连续生产出卷烟 虽然税目不一致 但是它都属于烟这个大类 都属于烟这个大税目之下 只是细分时不一致 没关系 这叫不跨类就行 所以烟丝生产出卷烟 你就可以从卷烟的消费税额中 扣除你买烟丝已经交的消费税 第二个是高档化妆品 生产出的还是高档化妆品 这个都是一致的 因为它就一大类 一大类里 只是可能里面的细细的产品不一样 很可能 你可能像我们说的 你买进的是香水精 生产出来的是高档的 这个精华液 那有可能 所以这也是不跨类 珠宝玉石生产出来的一定是贵重首饰 珠宝玉石 这个我们要特别强调 注意地方 绝对这里的珠宝玉石首饰里不包含 不包含金银 鉴钻 是不包括这个的 为什么 因为金银鉴钻 根本就不在这个生产环节中 它是在零售环节中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里说的连续生产 一定是指的在生产环节 都是指在生产环节 从一个生产环节 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 不能进入流通环节 那就不叫连续了 所以要理解这儿 鞭炮烟火 生产的还是鞭炮烟火 一类 肝头肝身握把 生产的高尔夫的球肝 它也在一类里 都属于高尔夫 对不对 一次性筷子 还是一次性筷子 一大类 石木地板 还是石木地板 没有问题 汽油 柴油 食脑油 润滑油 容易连续出来的成品油 它还是在一大类里 成品油下面细分这些 没跨类 最后 葡萄酒的生产企业 购进的 或者进口的葡萄酒 连续再生产出来的 海底是葡萄酒 不能是其他的 而且从哪儿购进的 必须是从生产企业购进来的 这样又连续生产葡萄酒 才能抵抠 这就是酒类 所以大家在这酒类当中发现了 只有第一个 烟丝 生产出卷烟 跨了 石木不一样 但没跨类 第二个注意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是第八 汽油柴油 最后 统成出来的是成品油 这两个往往是前后不一致 但是都没有跨类 他就允许你 好吗 好 所以这九个务必得记住了 这才可以 这是说第一种可以扣除的 是外购的 第二个是委托加工的 加工收回来的时候 已经代收完消费税了 又接着用于连续生产 那么这个范围 大家看就不是九个了 只有八个 他跟外购一定首先和外购区别 一定要清楚 区别在哪 前面这些都没有区别 前面的八项都没有区别 唯独他就少了一个 少了哪个 葡萄酒 少了第九项 葡萄酒 他就没有葡萄酒加工问题了 所以在加工这块 用于连续生产 仅限于这八类 很好记忆 把前八个都记住了 就唯独第九个 所以这里提示给大家 不管是外面扣进来的 还是加工来的 允许扣除的条件 大前提 记住了 你最终连续生产出来的消费品 一定跟你起初的消费品 属于同一个大类 属于同一大类的税木 这个才可以 这样吧 不能跨类 哪怕有细微差别 烟丝生产中是卷烟 但是它都在同一大类 烟这个大税木里 这才行 好 这就是条件 所以就是我刚才特别强调的 跟什么 跟你拿回来之后 又接着加价 再接着卖 那个没有范围限制 你那个拿回来以后 你也没有接着 再变成另外一种消费品 你就卖这东西 只是加价了 加价了 你再接着交税的时候 抵扣就行 那个没有范围限制 那个是用15类 只有这两个是有范围限制 所以我们第一点 先把这范围先记住了 然后我们就来看 当允许抵扣的时候 抵扣的方法 看好了啊 第一句 一定要按照生产领用的数量 来算准与扣除的 以纳消费税 要按照领用的数量 这句话能理解吗 领多少 用于加工时领多少 才能抵扣多少 所以这点可不同于增值税 增值税是我购进来的原材料 你甭管我生产出多少货物 不是按领用多少 购进的当期 进项税全都可以抵扣 消费税不行 消费税你用于连续生产 一定是看你领了多少 对应的才能抵扣多少 所以这个领用数量清楚 所以呢 这个领用允许可以抵扣的税款 是拿外购应税消费品的买价或数量 乘以直接适用的税率 而这个买价和数量 是怎么核定的 期出库存的买价 加上当期外购的 再减去期末库存的 那么考试的时候呢 是两种考试方法 记住了 第一种出题的方式 直接已知条件 直接就给出了领用的数量 直接就给出来了 说拿这个 已经这个外购来的20% 用于连续生产什么什么东西 他把领用的数量直接就已经给了 那就好办了 那你直接就拿这领用的数量 直接乘以以纳的税款 抵扣就行了 第二种方法 这个已知条件里不是给领用的数量 只是给了你三 两个七出的买价给了你了 又给了你七末的买价也给了 这个时候你得需要自己先核定出来 这个买价领用的数量 你得拿七出的 减去七末的 再加上本期当期外购来的 当期的是告诉你是多少 你得先核定出来这个数量 然后才能再计算 抵扣的税款 所以他已知条件提的出题方式是两种 直接给领用数量的话 最简单 没直接给到一定得自己来核定 当期领用的数量 好 从葡萄酒的生产企业购进的葡萄酒 进口葡萄酒生产出来的葡萄酒 准以扣除所耗用的 已经缴纳的葡萄酒以纳的税款 如果是抵扣不足的 还可以截转下期继续抵扣 这是特别对葡萄酒说的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国内卖的这些葡萄酒 就是通常说叫红酒 特别杂 特别的杂 多少钱都有 十几块钱一瓶的也有 然后好几百块钱一瓶的也有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经营 这种红酒的特别多 往往从国外进口那些葡萄酒 都是最初的就是很低端的 然后拿回来很有可能再进一步 生产出高端的 所以我们在喝红酒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要选 一般价格特别低的 最好就别喝了 与其还不如什么不喝 不喝反而没事 喝了可能会有害身体健康的 喝就喝稍微好一点的酒 所以说这个红酒这一块 大家注意一下 好 这就是呢 抵扣的这个方法 这是外购来的 如果是委托加工来的呢 也是按照领用的数量 所以他准以扣除的 以纳的税款是拿七出库存 已经缴纳的 当期收回已经缴纳的 再减去七末库存以纳的 意思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 就牢牢记住一点 领多少 抵多少 领多少 抵扣多少 啊 不是全部都可以扣除的 好 这是一点 然后再来看 委托加工回来的 不是用于连续生产 用于销售的 刚才已经讲了 不加价的 就不用再交了 加价的情况下 必须要再接着交税 但是可以扣除 已经代收的消费税 OK 清楚了吗 好 这时候 这个直接销售在抵扣时 就无范围上的限制了 但你要用于连续再生产消费品的 生产出到底哪些消费品 仅限于八种消费品 它就会有范围上的限制 否则不能抵扣 你看它区别是在这 所以大家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一定要把握好了 要误出来才可以 所以这里提示 拿自己产的消费品 直接用于连续生产 肯定不交税就完了 没有抵扣问题 但你要是用外购来的 你是用加工回来的 接着用于连续生产 只要是在税法规定的 那个范围之内 你是可以扣除以纳消费税的 而且在扣除时 都是按照领多少扣多少来进行抵扣 好吗 好 所以这个话看完以后 我们拿实际的例子 让大家感受一下 比如说 我是一家生产企业 然后我自己产出来的 首先我第一个是自己产的 我将自己产的什么东西 我是自己生产出来的 我接着也是什么 两种 我直接对外销售 交税吗 当然要纳税 你这是应税消费品 但我把烟丝直接 用于连续生产出卷烟 这个时候说的是烟丝还纳税吗 就不纳税了 这个时候就不纳税了 不纳税说的是烟丝不用交税了 你要直接销售的 这烟丝得纳税 烟丝是需要交税的 你要是把烟丝直接生产出卷烟 烟丝就不纳税了 对不对 只对你卷烟争税 前提一定是自己产的 那你再看第二句话 我是先从外面外购来的 或者是先委托别人加工 这样的烟丝 我收回来了 拿回来了 是外购来的烟丝 是加工收回的烟丝 这时就意味这个烟丝 是已经交过税了 是已经纳过税的了 不像你这自己产的 你自己生产出来的烟丝 还没交税呢 还没整理税呢 对不对 所以你用于连续生产卷烟 不交税就完了 但你外购的和加工的 这个烟丝拿回水已经纳了税了 这一纳的税的情况下 也是分两种 那我拿回来的烟丝 我也接着直接卖 我又直接销售了 你这一直接销售 这个烟丝销售的还是烟丝 这时候还需要不需要交税 那要进一步看你是加价了 还是不加价 如果你这烟丝再接着卖 加价了 那就必须抵要纳税 但是可以抵扣 你委托加工已经交的税 你要是不加价 不交税就完了 你以为上个环节交过了 就OK了 但如果你把已经交过税的烟丝 又接着连续 又接着生产出卷烟 对不对 那你卷烟肯定要交税呢 那么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抵扣 得符合规定的那个范围内的 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这是这个烟丝已纳的税款 是可以抵扣的 它就产生抵扣问题了 这个把我们文字那东西 我们就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你自己生产企业产出的烟丝 你直接卖肯定交 你接着生产卷烟 不交税就完了 但你加工回来的烟丝 一定是交过税了的 那你要接着直接再卖 还不一定不交 得看你加价没加价 你加了价了肯定得要交税 但是绝对可以抵扣 而且没有范围限制 没有范围 别说是烟丝了 什么都可以 但你要是用于接着生产出卷烟 那么连续生产的那个范围 我们就有限定了 外购的仅限于9类 加工的仅限于8类 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抵扣 但不管是外购的 还是加工的 当允许你抵扣的时候 一定是要领多少 抵多少 好了吗 这个大家清楚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在 以纳税款的扣除里 然后这里特别给大家总结出来的 哪些是不准抵扣的 就你虽然所谓叫 也叫连续 但不能抵 在零售环节 征消费税的金银博钻 这就我刚才说的 这个绝对不能扣除外购 和加工环节 已经交的消费税款 这就是让大家说的 要明白什么叫连续生产 连续生产一定都是指在生产环节 从一个生产环节 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 只是你生产出的是不同的消费品 绝对不能从生产进入到零售 它就不叫连续了 这是我们要理解连续生产的含义 所以金银博钻 由于改在零售环节 所以它不叫连续 压根就不能扣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批发环节里面 卷烟是不能抵扣 生产加工或进口环节 以纳的税 为什么 因为税法规定 这个卷烟 让你双环节征税的目的 就是要让你重复征税 加重你的税幅 所以当然不能抵扣 包括豪车 就是故意让你重复征税 所以你零售环节 再征这消费税时 不能扣出你上一个环节 已经交的税 所以这俩 记住了 是没有抵扣税款问题 就是交过税了 就是让你们重复征税 这个希望大家理解 好了 这就是关于已经交的消费税额 为了避免重复征税 可不可以抵扣 哪些是可以抵扣的 哪些是不能抵的 好 看完了 我们来立竿见影 感受一道题 23年的3月 这是一家卷烟厂 从假企业先购进烟丝 取得了专用发票 著名的价款是50万 看好了吗 这个50万里一定是含着已经交过消费税的了 拿交过消费税的烟丝 领用了多少 60% 这就是直接就给你领用的数量了 就不需要大家去合进了 给了 这就简单了 领了这么多 用于连续再生产出A牌卷烟 然后直接告诉你这是假类烟 就OK了 然后最终销售这个A类的假类烟80标准箱 取得不含税的销售额400万元 以至假类烟的比例税率56 定额税率每标准箱150 烟丝的消费税率30% 请当月计算应纳的消费税额 看出来了吗 所以这道题考的就是拿外购来的 已经交了消费税的烟丝 又接着用于连续再生产出什么 卷烟 这不就是这样一道题 符合我们税法列举的抵扣范围里 第一大类就是它 那这时候在你这个卷烟的应纳税额中 就可以抵扣外购烟丝以纳的税款 所以它就可以抵扣烟丝已经交的消费税 但是不能全抵 只能抵多少外购烟丝已经交的消费税的60% 可以抵扣 分析清楚了 这题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 优于已知条件给了领用数量了 这样就直接可以计算可抵扣的消费税 先把卷烟应纳的税额算出来 拿80标准箱乘以150 150直接换算成万元 然后再拿销售额400万乘以56% 这不就是从量再加上从价复合计征 卷烟的消费税额 然后扣去外购烟丝以纳的消费税 烟丝是从价计征 所以30%的比例税率就行 但是只能抵扣60 这是领用的数量 领多少抵扣多少就OK了 好了 这题不就顺利的出来了吗 这是一个 再来做一道委托加工的 23年3月 某化工生产企业 拿加工收回来的 已经交过税的高档化妆品 又继续作为原料 又连续加工出高档化妆品 收回这批化妆品的时候 已经交了消费税了 分别是 期出库存以纳的消费税 当期收回以纳的 期末库存以纳的 这就没直接给你领用的数量 所以你得自己核定 当月销售的高档化妆品 不含税的收入280万 计算当月应纳的消费税额 这不就出来了吗 这时不就是委托加工 允许扣除的税额 不就是拿期出的 加本期的减去期末的吗 应纳税款不就OK了吗 然后从你这个化妆品的 最终消费税额中 可以去扣除 OK 所以化妆品又是从价计账的 对不对 而且还归在那个八类 允许扣除的范围之内的 这时他就可以扣除了 好了 准确的 看好了吗 用最终的应纳税额 减去期出的 加本期的 减去期末的 这就是允许扣除的 应纳税款 得出来22万 好 所以这道题就是拿委托加工收回的 又接着连续生产 好了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整个我们的最重要的 计算题 基本上就到此结束了 所以在我们前面讲的四个知识典礼 重中之重 生产销售环节 委托加工环节 和以纳消费税额的抵抗 必考无疑 可以说 希望把这些概念原理 都弄清楚了 大家就多多练题 保证能拿分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 只不过是在 委托加工这环节 可能不见得光考计算题 还会有问答题 希望把握好 好 进入到最后一个知识点 特殊的商品 特殊的环节 应纳税额的计算 特殊的商品 大家看 主要是卷烟 电子烟 豪车 是不是 金银博钻 我们把这几个看好 首先是今年教材 最新的电子烟 这是特殊商品 而且是双环节征税 这是今年教材新增的 所以大家今年 务必重点掌握它 而电子烟的双环节 是在哪个环节呢 第一 往往是在生产 或进口环节 二 必加批发 这是必的 必批发 前面那环节不见得 要么是生产 要么是进口 总之 双环节 来征税 好吗 好 那我们首先 先来给大家比较 首先生产企业 如果直接把电子烟 卖给了批发企业 因为烟这一块 我们前面讲 都是专卖制的 所以它不能往往 直接就给零售企业 如果生产企业 直接给了批发企业的话 相当于什么 重叠激增 增值税 消费税 都要交税的 好吗 然后我们来看 算消费税的时候 怎么交 因为电子烟 一定记住 是从价计征的 不是负荷计征的 不要跟卷烟 不要混淆 电子烟 从价计征 简单了 这个是直接拿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直接乘以比例税率 就OK了 这里特别注意 用代销方式来销售电子烟的 按照代理商 也就是经销商 直接对外的销售额 好了 这就是首先第一个 希望大家清楚 生产企业卖给批发企业的 好吗 再接着 批发企业直接把它 批给了零售商 也得交税 双环节 还是从价计征 应纳的消费税 直接拿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乘比例税率 就OK了 但这里提醒大家 地方就是 电子烟的纳税人 一定要清楚 原则上一定是 生产电子烟的企业 但如果这里出现 有代加工的情况下 一定注意 谁才是真正 电子烟的纳税人 一定是 谁持有这个电子烟的商标 是由持有商标的 这个单位来交 所以如果在代加工的时候 加工方并不持有这个商标的话 他不需要交消费税 一定是拥有这个商标的 这个单位 才需要交消费税 所以这一点 不是光算税的问题 一定先搞清楚 电子烟的纳税人 要跟前面的概念 要联系起来 好吗 总之 生产 卖给批发 交一道消费税 批发在卖给零售上 再交一道消费税 OK 然后是进口环节 我不是生产出来的 我进口环节的 也要交消费税 这个时候 一定是组成 寄税价格 从价起征 必须组税价格 就不是销售额了 好了 电子烟 一 双环节征税 生产或进口环节交 再加批发环节 而这个批发也是强调 批发给零售 不是批发给批发 所以它是双环节 所以你批发环节 批发商交的消费税 不能抵扣生产环节 以纳的消费税 好 这就是第一点 所以电子烟要看好 第二个呢 不是电子烟 是卷烟 也是双环节 但是它是复合计征 复合计征了 它仍然是这一块 生产卖给批发 必须得交税 然后采用复合 消费税是复合 但是增值税可不是 只有从家 所以跟电子烟不一样 电子烟甭管是在生产销售 还是批发环节都一样 俩税都交 但是都是从家 但是卷烟 俩税就不同了 增值税是从家 消费税是复合计征 好吗 怎么算税 咱们前面都讲完 该怎么交怎么交 跟生产那个环节是一样 所以这是第一个 需要注意的 然后批发商卖给批发商 增值税照交 消费税不用交 一级批发商给二级批发商 不用交税的 好吗 好这一点 但是增值税必须交 只挣增值税 不交消费税 然后等到批发商卖给零售商 俩税都交 增值税还是从家 消费税是复合 怎么交税 我们前面都给大家介绍了 这里特别提醒 当批发商来交卷烟的消费税时 那个从价的这一块 就是固定的比例税率 11% 考试时不给 他就不再分甲类以类了 在生产销售环节 是要分甲类以类 但是到了批发环节 一律都是11%的比例税率 而且他的定额税率 考试会给大家 就无所谓了 然后这里有概念 大家需要清楚 如果把卷烟的销售额 跟别的商品的销售额 没有分开核算的 一并按照卷烟 交一道税了 因为卷烟在批发环节 必须得争 所以如果你跟别的商品 连在一笔 本来别的商品 它是不整消费税的 也跟着卷烟吃瓜落 这就是第一个 如果是兼又有批发 又有零售的 一定得分别核算 不能分别核算 全部按照销售额 在批发环节争 因为你本来批发给批发 是不用交税的 你只有是批发 然后给零售才需要交 你都混在一起 那全部都按零售 通通交税 计算纳税时 绝对不能扣除你生产环节 已经交的税 就是让你重复扣税 OK这几个概念 咱们理解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除了电子烟 双环节 特殊商品 要交税 第二个是卷烟 所以这是要清楚 第三个特殊的是豪车 也是双环节 这个双环节是生产 跟零售 主要是在这两个环节 所以下面看好 当生产企业 注意会出现 把自己生产的车 直接就卖给消费者了 它还不像烟 烟是绝不可能的 它不允许你 那是专卖制 汽车没有专卖制 一说 很有可能出现 直接一步就到中端消费者了 这个是要注意 只要不是豪车 增值税 消费税 俩税都交 直接拿销售额 直接乘以比例税率就行了 但如果直接卖给消费者是豪车 因为普通汽车是单一环节交税 对不对 你交了就完了 豪车可不行 你越过了零售环节 这时你直接卖给消费者 你不能逃避零售环节的那笔税款 所以这时在交消费税时 拿销售额一定乘以的是双税率 就不是仅就生产环节的税率了 一定是双环节税率 这一点很重要 好吗 所以这就直接卖给消费者 就是防止你逃避 在零售环节该缴的消费税 你要直接卖给消费者 我也照样把零售环节的一并都挣上来了 这是第一个 按正常情况 生产企业把车一定是卖给经销商 零售商 就4S店 这时候 如果是普通汽车也好 豪车也好 就没区别了 都是在生产这个出厂环节 争一道消费税就OK了 而且都是从价即争 俩税都一样的 一点问题没有 就正常销售 当零售商 再把这辆汽车卖给消费者的话 因为我们正常消费者都是从4S店那 零售商买东西 买的如果是一般的普通汽车 十万二十万的 五十万的 这个就是只争增值税 就不会争消费税了 因为此时 这个汽车的价格已经含着厂家交的消费税在里了 我们这时只争增值税 但如果是豪车 加征一道 这个加征 就是再拿销售 乘以一个百分之十 要计征消费税 所以当零售商卖给消费者的情况下 这时普通车没有消费税 只有豪车的情况下 必须有一道消费税在里面 好吗 好了 这就是整个豪车 我都给大家分解很细了 谁卖给谁 谁卖给谁 大家分清楚 然后这里注意 进口的豪车 用来自用的 一定要适用进口加零售环节 你说我从国内生产厂家一步到位 直接卖给我们单位个人双环节 那我要从国外直接进口豪车 我直接一步到位 也得双环节 你越过了经销商这环节 必须是双税率 这点大家清楚就OK了 好了 看完了 我们练一道题 感受一下 这是一家经销商 不是生产商 一般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 三月份把一辆高档的小轿车 卖给了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 这辆豪车的价格是200万 含增值税 含增值税怎么办 替税 不含增值税的价只要是超过130万元以上的都叫豪车 那显然肯定它是豪车了 所以他从经销商那买定这个豪车 已知小汽车生产环节的税率40% 这是唬你的 你没从生产环节买 你是直接从零售上那买的 这是问经销商应当缴纳的消费税是多少 比例税率人家没给你 自己得知道10% 所以这是一定要拿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再乘以10% 必须加征一道消费税 OK 好 这就是一道题 好吗 好 这就是整个的第七个知识点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把握好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谢谢大家